我沒有覺得累 你們比較年輕 是不是要年輕啊 我們就輸了 我要出來 我這樣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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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看看喔 來 那個 同學你先吧 欸 刻板你先吧 先吧 來 我們看那個 抽影片喔 抽影片這裡 有幾個小東西喔 我們帶同學 很快的看過去 可以嗎 來 這個PowerPoint 欸 後面不要了解喔 來 我們看這邊喔 這個立體物喔 來 請看這裡 立體物它是個證明體喔 那這個證明體呢 當然我們現在的教學 比較沒有那麼車重證明 不過這個證明我想 我們還是要稍微有一點 基本的了解 我們看一下喔 它證明是什麼性質呢 來 第一個 請同學看這邊 它要你證明 CN取K 會等於 CN取N-K 對不對 而且這個性質叫什麼 叫副普嘛 五個選兩個要 就是五個選三個 不要 對不對 CN取二 就等於CN取三 那怎麼證明 這兩個東西會相等喔 非常簡單喔 你知道怎麼證嗎 把這兩個東西 全部寫成階層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發現 如果真的長得一樣 就結束了 對不對 全部寫成階層嘛 然後發現長得一樣 就結束了 好 所以我想喔 這個叫做副普的性質 對不對 所以從N個裡面呢 選K個為一組 那相對的就會留下N-K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復古的概念 來這個很簡單 再過去就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昨天談到的 合選兩個C可以 嗯 變成一個C 這個叫什麼定理 八十卡 那八十卡定理 兩個C合併變成一個C 欸 不是兩個都可以隨便合併喔 他有一些前提 什麼前提 上面要怎麼樣 相等 下面要差多少 差1 那合併之後 上面要加1 下面要取什麼 大的那一個 對不對 那你怎麼證明這件事情是對的喔 來 請看這邊 看投影片就好 很快帶一次喔 來 首先同學你看喔 先把它分別寫成階層 然後現在喔 你把這個K階 把它改成什麼 K乘上K-1階層 然後把這個N-K的階層 把它改寫成什麼 N-K乘上N-K-1的階層 這樣到目前為止看得懂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左邊這個傢伙 它有紅色 有藍色 有綠色 紅色、藍色、綠色 右邊是不是也有 那既然大家都有 我們就把紅、綠、藍的部分 把它怎麼樣 往外提 提出來 後面這個括號的部分 我們就做什麼 通分 那經過通分之後 我們發現 這個N乘上這個N-1階 就會出現這裡的N階 K-1階乘上K 就得到K階 那N-K-1的階層 再乘上N-K 就得到N-K階 結果發現這個傢伙就是誰 就是CN-K 就結束了 它的證明就是真的把它寫成階層 然後去做整理 可以嗎? 我們學校考試應該不至於考這個東西 但是你知道它其實可以證明 那這個東西呢 來我想 昨天我們是怎麼談這個問題 我昨天不是證明給你看 我昨天是說 從N個人選K個人 我們考慮 其中有一個人叫做假 那就可以分成兩種其他 假被選到 或者假怎麼樣 沒有被選到 那如果假有被選到的話 那這邊就要寫什麼 C1-1 然後你在從剩下的N-1個人裡面 再選幾個出來 K-1個 所以這邊就會得到 CN-1取K-1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假沒有被選到 那就C1取0 也就是說 你從剩下的N-1個人 直接選K個人出來 對不對? 那你把這兩種情況 把它怎麼樣? 合併 這種情況或這種情況 就得到註明的什麼定理? 巴斯卡定理 我想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進行理解 好 那現在考學 換到九十四頁 我們看誰當練習 我們很快看一下這一題 這個題目 來請看囉 他說請你選出正確的選項 來第一個選項 C37取30 等於C37取7 對還是錯 對 這個是對的 那第二題 同學我問你喔 第二題 他說兩個C合併變成一個C C99取50 加C99取49 所以這兩個能不能合併 可以 上面相等比下差1 可是合併之後 上面要加1 下面要取4 大的 可是他寫C100取49 他是錯的 把它改掉 這個選項他不對 應該是C100取50 可以吧 他們 是不是合併變成一個 注意喔 答案是C100取50 而是取49 再第二題 來 同學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這我剛才在別班講 C50取25 解C49取25 等於C49取24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老師 兩個加的我會 減的我不會 減的你不會 那怎麼辦 就一過去變成加的就好了 所以你把這個負的移項 移項之後你看 對不對 這個C49取24 加上這個C49取25 有沒有等於C50取25 有啊 所以就對了 你就移項就可以了 可以 OK喔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一次題 第一次題 同學他要問你喔 三個C相加 最後能不能合併變成這個C 兩個兩個做可以嗎 來 請看這邊 同學問你 前兩個能不能合併 可以 合併的結果叫做 C100取3 那 這個C100取3 再加上C100取4 同學合併之後 就變成C100何人取多少 是 這樣就OK了 兩個兩個合併嘛 用巴斯卡定 這樣可以接受嗎 是 很快喔 好 好 那在我離開這個巴斯卡定的之前 會不會覺得你停留在你的課本 我補充一個題目 好 我就補充一題就好 來 寫在你的課本94頁 好 我們就準備跟這個巴斯卡 暫時跟他說再見 我先補充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問你這個問題 C5取2 加上C6取3 我自己幫自己針對 我再講 加C7取多少 4 再加點點點 再加到C20取多少 17 好 請問他會變成多少 1 開始 對 請把這個題目寫上去 找個空白的位置寫一下 這個題目我想我們可以給他 2個讚 欸 寫一下寫一下 你在高中數學裡面 你如果看到很多11槍架 我告訴你 通通 通通可以換成取3 對不對 哪裡 沒有沒有 我先跟你說 而且我先講 高中數學裡面 如果你看到很多11槍架 通常你有兩條路可以走 不對 應該是說第一個 你就會先考慮圖法令綱 可是同學圖法令綱好不好 不太好吧 這好多東西嘛 一個一個算不太下當 那如果你不想一個一個算的話 你要採比較聰明的策略 大概你有兩條路可以走 你知道是哪兩條嗎 來 旁邊寫一個key 這個key寫在空白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透過我們現在學的 叫什麼定理 叫巴斯卡定理 因為巴斯卡定理 它就是在滿足特殊的結構底下 它可以把它合併變成一個類 讓它產生連鎖效應 一個一個合併 那第二個是後面才會教到的 叫做二項式定理 大概要把很多詩音合併在一起的話 原則上高中數學 大概就透過這兩個方式來進行處理 你先把它寫在旁邊 那這個 以後講到 我們再慢慢來幫同學做一些統整 這個 考試考到哪裡 我不知道 他考到哪裡 你們有在怕的嗎 有 沒有 不用怕 半夜半夜還樂 你們不知道跑到哪 等下 就是都忘得差不多 連開雙重根字都不會開 連那個算起不等次是什麼 都忘得差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要重新再教一次 有點可惜啦 來 而且到高二我們是會重新定班 所以到高三的時候 有些時候 你跟他講說 欸同學這個我高一 哪裏想過 我都會說 老師我高一我是比教的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你只好從頭再講一次 那就很花時間 來 現在 一日為食 終身為食 好朋友 我是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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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題目 台灣為父 台灣為父 我覺得有點太狂了 來 同學 那現在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要透過巴斯卡 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考慮一件事情 同學這兩個事情 能不能合併 不曉得 上面有沒有相等 底下有沒有差異 底下有差異 但是上面沒相等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可以 考慮做一件事情 原題目可不可以做改寫 我所謂的改寫是說 能不能變換一下它的長相 讓它去產生所謂的連鎖效益 譬如說像我在別班 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C5-2 我知道我可以讓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我就問他說 C5-2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呢 他就說 我把它改成C5-3 好 那我現在問你 你把它改成C5-3 對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因為你把它寫成C5-3 上面沒有相等 底下也沒有差異 根本也不能合併 那你就要考慮 如果改寫不行的話 那這個時候要什麼 你要去創造 創造可以合併的條件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前面這裡先保留一個空格 來 而且你跟著我一起寫 來 然後這裡 其實加上我們 C6-多 tant 啊 對不起 C5-2 再加上C6-3 再加上C7-4 加... 最後 最後也像是C20-10 百分之多 tant 十七 我現在問同學 如果要產生連鎖效應的話 你覺得前面我要創造誰才會 C5取1 來 請看那邊 你知道為什麼要選C5取1嗎? 如果我找C5取1 欸 你們發生沒有橘色的紅色 我在這裡 我跟你講 這裡如果寫C5取1 我問你 C5取1跟C5取2 能不能嗯變成一個? 可以 它會變成C6取多塔2 C6取2 那我問你 C6取2跟C6取3 能不能再嗯變成一個? C7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變成C7取多塔 取3 所以它等一下就會嗯 對不對 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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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要合併變成一個 可是同學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看我這邊 同學這個C5取1原題目有沒有 你自己給人家創造出來 你加了這個東西跟原題目已經長得不一樣 所以你後面要怎麼樣? 你要扣掉 扣掉多少? 就扣掉5 就扣掉C5取1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就兩個兩個合併嘛 這個C7取3跟這個C7取4 合併之後 它會變成C多少? C8取多少? 4 好 那中間是不是點點點 那最後會有一個加余 來 這個加余會跟C20取17去做合併 合併之後會變成誰? 21取4 對 會變成C21取多塔 17 所以這個題目你稍微觀察一下 你就發現 哇 它最後會變成C多塔 21取17 然後再減掉多塔 再減掉5 好 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去算這個東西 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這個C21取17 其實它就是C21取多塔 4 再減掉多塔 5 那C21取4 我稍微寫一下 各位你知道 它就是21往下寫 21乘多塔 20 乘19 再乘多塔 18 18 再數幾階 4階 再減掉5 可以嗎 答案多少可能不是很重要 就是你知道它可以這樣處理 好 好 欸 巴斯卡講一題當在題就好 休息吧 好 怎麼休息咧 還講一題 我不知道它走到哪裡 其實我真的走不清楚 就不用太在意啦 反正那套口就沒有辦法 行嗎 來 接下來 而且我接下來需要你的筆記 我要講新的進度喔 來 請把筆記拿出來 來 我今天要從這個題目開始講 好 我不想從三年前的那個角度去切入 我今天要換一個角度切入 好 來 這個題目 我們給它三個讚喔 反正都一樣的觀念嘛 我出一個題目 然後同學我們等一下要慢慢講 慢慢講 我們現在要開始進入另外一個範圍 好了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出的喔 合作社 來 這個題目喔 你是這樣寫 對 就福利社嘛 合作社 來 合作社有賣飲料 有三種口味 來 合作社賣飲料 有三種口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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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歡迎歡迎 合作社賣飲料 有三種口味 然後 現在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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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四個人 各買一杯 唉 我好想吹得很氣啊 可惜 友情也沒辦法進入第四 心有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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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不住 可惜 你拿個一千萬來的第四 我們就賄賂那個啊 哇 哇 這把告子跑 我要進去了 欸 這把告子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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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走 她可能在國內 這把告子跑 這把告子跑 還有一個 哉 她說中一個 有一個 來自我 那這個 可以 大家對 可以 OK 來 這個 我今年在講這個題目 我想從這個題目去講 講這個觀念 要舉個例子 就用舉例喔 其實 這個我跟你講 我後來發現教學是這樣 你用舉例的方式 學生比較容易理解那個概念 你如果一開始就講很多理論的東西 反而會阻礙他學習這個東西 反而是一開始用舉例 讓他去想想看說 原來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這個題目我想非常簡單 他意思就是說 合作社賣三種不同類型 三種不同口味的飲料 夾一品釘 四個人各買一杯 這邊所謂的三種口味 為了等一下方便我們去討論這個問題 這三種口味我們來設定一下 第一個 比如說叫做什麼 香蕉口味 紅茶好不好 比如說 福利社裡面有賣紅茶 那第二個 欸 同學你知道拿鐵是什麼嗎 咖啡啊 巧克力啊 欸 真的嗎 欸 那我問你喔 拿鐵是巧克力 那紅茶拿鐵是 紅茶巧克力 確定嗎 拿鐵其實不是巧克力喔 拿鐵是什麼意思 拿鐵是咖啡加牛奶 那紅茶拿鐵就是紅茶加咖啡牛奶 是這個意思嗎 拿鐵加牛奶 是嗎 可是拿鐵可是你也就是咖啡牛奶 沒有 那是因為它 這是咖啡大鐵 不然你說 你說不看那邊 星巴克看我 紅茶大吉 所以 星巴克 拿鐵 對啊 所以拿鐵是什麼 還好 拿鐵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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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 沒想到拿鐵竟然是一個這麼抽象的東西 哈哈 來 那個團學請看這邊 哈囉哈囉哈囉 來 看好仔麗 欸 我了 所以那個拿鐵是什麼 拿鐵喔 我覺得它應該是 就是一種 加牛奶的嗎 加牛奶的飲料吧 是嗎 是嗎 瑞婷吃嗎 不知道瑞婷不喝拿鐵 來 來 這個 我先講一件事情喔 來 來 來 我跟你說 初學者 我跟你講 他這兩個題目也搞不清楚 同學 顧客的買法 跟店員的賣法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喔 同學 從顧客的角度來看 顧客的角度來看 我問你喔 同學 假這個人 他去買的時候 他有幾種選擇 三種選擇 一是必有三種 第一是必有三種 第一是必有三種 所以每個同學都知道 買法應該有三的幾次方 四次方 共有八十一種 同學 這個買法 這個我們稱為叫重複排列 來 寫在旁邊 這個是排列主流裡面的 重複排列的問題 來 寫一下 來 這個叫重複排列 好 那我要簡單的問一下同學喔 他會你知道為什麼 這種被歸列為重複排列嗎 你知道為什麼叫重複排列嗎 欸 我以為日服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叫重複排列 重複是什麼意思 重複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不同人可以買相同口味 對不對 假可以買紅腸 你是不是也可以買紅腸 對不對 是不是重複 那同學會問你 為什麼排列 排列就是有考慮什麼 順序嘛 譬如說我喝紅茶 瑞婷喝拿鐵 跟我喝拿鐵 他喝紅茶 是不一樣的 我喝紅茶他喝拿鐵 跟我喝拿鐵他喝紅茶 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叫重複排列喔 可重複選取 而且有考慮順序 當然名稱不是很重要 我只是跟你說 這種是所謂重複排列的一個類型 好 那現在同學 真正的重點喔 是在接下來這個第二題 這個第二題喔 是我們今天要談論的重點 從店員的角度來看喔 他在賣這個飲料的時候 請問店員的觀點 他在不在乎誰喝什麼 他不在乎 他只在乎什麼口味的飲料 賣金杯對不對 就好像你今天打電話去 五十蘭地飲料 你會跟他講 你好我們是一零二班 我們班一號要喝什麼 二號喝什麼 等你講完他就發脾氣了 他想說你們班一號喝什麼 都會有脾氣 你就跟我講說紅茶幾杯就好嘛 拿鐵幾杯就可以 對不對 所以從他的角度來看喔 他的角度來看 他只在什麼口味的飲料賣了幾杯 所以我們現在有幾個口味 三個口味 三重口味要賣幾杯 要賣四杯 要賣四杯 懂我意思嗎 不懂 三重口味 然後共幾杯 共四杯嘛 好 那現在同學你應該看懂這個題目 好那現在我給你一分鐘 我要要求初學者用圖法的一方 幫我把幾種賣法幫他算出來 初學者會喔 比如說四個人 比如說他賣出四杯紅茶 這是一種 是 對吧 比如說四杯當拿鐵也是一種 所以我先要求你用圖法煉鋼 在還沒有學習任何技巧之前 先幫我把這個電源有幾種賣法 這一個數字到底是誰 其實也不算圖法煉鋼 就是稍微幫我分析一下 情況有多少 比如說我幫你起個頭啊 比如說同學你看喔 有四杯嘛 比如說有沒有可能紅茶四杯 拿鐵淋杯 抹茶淋杯 這樣有沒有可能 這一種 400是一種 可是同學你知道 400 040 004 這裡有幾種 三種 是不是三接除二接 所以是不是有三種 這樣是不是三種 來從前那除了400之外 還有3什麼 310啊 對不對 比如說有沒有可能他賣出三杯紅茶 一杯拿鐵 抹茶沒有人買 這也是一種 可是同學你知道310做直線排列應該幾接 三接 所以有六種 哪六種 310 301 103 130 013 031 是不是六種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知道 慢慢分析嘛 大家310 我都快講完了 310下一個是誰 220 2什麼 220 220 來我問你220有幾種 三種 是不是三種 對不對 220202 022對不對 來請問還有什麼 2211 對還有2什麼 2211對不對 好 那211的話 當然同學你也知道 三接除二接 這裡一樣幾種 三種 三種 還有其他情況嗎 沒有 這叫分類討論 除法令鋼 把所有的情況都把它分析出來 所以3399加6 所以同學 電源的賣法有幾種 有15種 那當然除法令鋼 它本身的限制是什麼 單純的情況你這樣分析覺得OK 可是同學如果今天買的杯數很多的時候 你這樣分析顯然就沒有效率對不對 好 那今天喔 來我先跟同學說 這種題型喔 來電源有幾種賣法 這種題型叫重複什麼 這叫重複幾回 你先寫上去 來這叫重複幾回 來 慢慢來 來 這個我問一下同學 哈囉 來 同學看我 你知道為什麼這種題型叫重複組合嗎? 你知道重複是什麼意思嗎? 重複是什麼意思? 來問同文 重複是哪裡重複的? 譬如說紅茶 紅茶是不是可以重複 對不對 可以重複好幾杯嗎? 同學你知道組合什麼意思? 組合就是 他不考慮順序 他只考慮裡面有多少的東西 他沒有考慮誰喝什麼東西 你聽懂嗎?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同學你在學這個排列組合 有一類型的同學他會試圖去分析 這個題目到底是一般的排列 一般的組合 還是重複排列還是重複組合 你這樣學排列組合其實非常危險 因為很多題目是沒有辦法做歸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稱 其實應該不是你學習的重點 而是你怎麼分析這個問題 好那現在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來這個仔細看一下 對這個定員來講 來你看喔 你知道台灣的話 我講一個題外話 台灣學重複組合 我們自己有創造一個符號 那個符號叫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符號叫做H 那這個符號 我跟你講這個符號全世界只有台灣用的 而且這個符號你知道是誰發明的嗎 S 是張晉晨老師發明 是金門人 就那個剛退休那個張晉晨老師 他這個符號是他第一個使用 早期 早期我跟你說 早期台灣是用S 民國六十幾年那時候是用S 可是後來張晉晨老師他用H之後就大家都學他 所以後來就全部都改成H 為什麼 就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去問他 就改成是H 不過我跟你講 有一個符號他自己創造 對這蠻厲害的 你現在看他創造一個符號 現在大家都在用 不過我跟你說一件事情 這個符號只有台灣在用 而且像我之前有看那個外國的那個原文書 外國的教科書 他們的中學生在學這個重複組合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用任何代號 他們純粹用階層去做考慮 簡單來講就是 他們就是用原始的方法去想 他們要用什麼代號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代號我今天下午再教你們 我們先用原始方法去想 他們怎麼想你知道嗎 來 同學你靠我這邊 這個 我講一下他們的idea是什麼創造